因为我12岁开始就离开父母走了 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到西藏 我能够在我的体力精力还能够达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到西藏去丰富我的记者生涯 我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经常去西藏 但是第一次坐火车去去西藏 刚结婚有这么十多天的婚假正好就实现我从小这么一个愿望嘛 她的医生召唤我就来了 我再跟我的闺蜜去西藏 我们就想着辞职了之后 其实周边的朋友都在唤 但是只有她一直在 我怀在西藏生在西藏 就是想我再看看 别再留遗憾 今年是和平解放期的七十周年 我觉得太兴奋了 我们从小是在西藏屋边上长大的 这是我们的学校 坐上那花下去拉洒 去看那山西的舞蹈 哇 这个这个这个 江海历史上非常有名 满年转山 扬年转青春 高海拔的金 我就不服输的金 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体育养好 你父亲在那干了一辈子 那为什么你还要去那干一辈子 现在发展也挺快的 所以想要回西藏的 任何的一个看似平凡的东西 乘以四千米五千米高的海拔 都会变得不平凡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 人间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把一个可亲的 可信的 可敬的 西藏金铁面貌展现给大家